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当地时间12月24日 加沙战士迎来最血型的一天 以色列军方表示 过去一天以军袭击了加沙地带约200个目标 并继续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地开展地面行动 以军方12月24日公布 22至23日两天 共有14名士兵在加沙的战斗中阵亡 其中有10人在23日丧生 这是以军10月27日对加沙发动地面进攻以来 伤亡最惨重的一天 12月24日再有几名以军官兵阵亡 迄今为止 以军在加沙军事行动中的阵亡总人数已达到154人 哈马斯方面称 过去4天打死48名以军士兵 这个数据当然被严重夸大 以军称 在24日对加沙地带北部的行动中 以军使用战机和武装直升机袭击了多个哈马斯目标 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 以军对哈马斯军事总部进行突袭 缴获数十枚手榴弹 爆炸物等 综合各方面信息 过去24小时 以军打死巴勒斯坦极端武装成员约300人 俘虏了数十人 同时造成100多名平民死亡 超过200名平民受伤 以军当晚对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奇难民营发动空袭 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当天在内阁会议上重申 加沙地带战事将是一场长期战争 尽管以色列正在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但将继续推进其军事行动 直到实现所有目标 及完全消灭哈马斯 让所有一方被扣押人员获释 以及确保加沙地带 不会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他同时强调 以色列的行动不受外部压力左右 他说 有报道称 美国正在阻止我们在该地区开展行动 这不是真的 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 我们在战争中的决定 是基于我们的行动考虑 而不是外部压力 内塔尼亚胡反复强调 这三点至关重要 一 军事行动时间是长期的 慢工出席活 不能避以军速战速决 导致过多以军官兵伤亡 二 必须实现彻底铲除哈马斯 解救全部人质 和确保今后以色列安全这三个目标 断绝外界认为 以色列会半途而废的幻想 三 以军行动不受外部压力左右 包括联合国 积极喳喳都不好使 以色列建国后 多次遭到险些灭国的武力进攻 都是靠以色列儿女前仆后继活下来的 而不是任何国家和联合国 强迫敌人停火解救的 埃及近日向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提出了一项分三个阶段停火和人质交换协议 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表示初步同意埃及提出的这项最新倡议 战后在加沙地带组建一个由技术官僚组成的巴勒斯坦政府 哈马斯转向专门从事帮助巴勒斯坦人的慈善事业 杀人不眨眼的哈马斯说要交出加沙的管理权 专门转向从事慈善事业 这显然是受到了民间谚语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感化或者说是启发 说起来哈马斯当初真是靠坐慈善发家的 很难得在打打杀杀这么多年之后 他们突然想起当年所说的无意跟巴结组织争夺权力 只想一心一意做慈善的初心 不过这回杀了这么多以色列人 以色列下了狠心除恶无尽 不会再给他们卷土重来的喘息机会了 他们双手沾满了以色列人的鲜血 作为一个极端组织 如今只剩下彻底灭亡一条路 在哈马斯10月7日犯下大批屠杀 和绑架以色列和多国平民的暴行之后 现在无论是联合国 还是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兄弟 只能眼看着哈马斯灭亡而爱莫能助 我不认为任何人能拯救哈马斯 很快灭亡的命运 过去24小时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还在持续 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 以军对加沙的哈马斯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加沙南部 中部都发生激烈战斗 哈马斯的抵抗越来越无力 以军宣布从加沙北部贾巴利亚 发现五名人质尸体 还发现加沙北部哈马斯总部地道 整个地道分两层 还有一部向下数十米直达大厅和指挥中心的电梯 地道分支还延伸至附近的一所学校和医院 以军将整个地道全部炸毁拆除 加沙南部的一些大型地道也被炸毁和拆除 加上一些地道被灌入海水 哈马斯可用的地道越来越少 以军还从加沙谢赫拉德万社区的一所学校缴获大量的武器和装备 还俘虏多名哈马斯在其他地区缴获三万多枚爆炸物 截至12月25日 以军宣布地面行动死亡156名士兵 自10月7日以来有482名士兵死亡 而哈马斯被消灭超过9000人 大量高级指挥官被炸死 指挥系统已经出现问题 在埃及斡旋下 以色列提出停火至少一至两周 至少释放40名人质 但哈马斯要求永久停火 以军撤军被以色列拒绝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 我们将继续战斗 直到绝对战胜哈马斯 这是释放我们的人质 消灭哈马斯 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唯一途径 显然 以色列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开始慌张的是哈马斯 在埃及斡旋停火失败后 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 哈尼亚离开埃及时已经很疲惫 脸上没有笑容 完全笑不出来 毕竟哈马斯都要被消灭 自己上了以色列的追杀名单 这是只有一个结果 哈尼亚能笑出来才怪 从加沙过境的人道主义物资 被哈马斯抢夺 还打死一名 试图索要人道主义物资的巴勒斯坦少年 引发巴勒斯坦人抗议 哈马斯在加沙越来越不受人待见 负面是迟早的事情 12月25日早上 以色列空军对 黎巴嫩南部艾塔沙布镇附近的 真主党阵地进行了猛烈空袭 最近几天 以军接连对真主党实施空袭 炮击和无人机袭击 回应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袭扰 而且力度越来越大 真主党确认死亡人数达125人 大量的军事设施和基地被摧毁 而以色列在北部仅有8名士兵死亡 这个巨大的悬殊笔说明 以色列和真主党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真主党不敢对以色列宣战 只是袭扰 以色列多次警告 如果国际社会不通过外交手段 将真主党赶到距离以色列边境30公里远的地方 以色列将采取行动消灭真主党 在绝对实力面前 真主党已经给自己找台阶了 真主党和胡塞武装袭扰以色列 无非是想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 要利益而已 真要和以色列开战 也会考虑后果 而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表演接近尾声 劫持一艘商船 试图阻拦多艘商船通过 在美国牵头成立海军联盟后 胡塞武装的势头就开始减弱 用无人机袭击印度洋的船只 高调宣布要支援加沙 胡塞领导人之一的穆罕默德 布凯蒂还表示 也门和美国之间即将爆发战争 这种表态更多的像是一种表演 胡塞如果不卖力 又如何争取到背后的援助 面对胡塞武装的高调卖力 航运巨头马士基宣布 准备恢复红海航行 马士基声明称 随着繁荣卫士倡议的实施 多国海军护航准备恢复红海航运 作为全球航运四大巨头之一 敢提出恢复红海航行 就是经过慎重考量和协调的 胡塞武装不过是借着打击以色列 声援袈裟干起海盗的勾当 向背后的神秘国家索取利益而已 要真的被美国打击了 谁损失更大 现在真主党准备给自己解套 胡塞武装开始低调 哈马斯还有未来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